走 走 不就说嘛 不信这么多地雷炸不死你们 我们居然差了一辆鬼子的坦克 就是 这以后咱们可出去有的说了 别傻乐乐 后面肯定跟着步兵 赶紧撤吧 行 走 兄弟们撤 到了 这里很安全 谢谢兄弟 三宝 叫兄弟们原地休息一下 把伤原都包扎包扎 是 我先去看看 兄弟们原地休息 是 是 你们这边谁管 队长 我们刚刚干了一件大事 那可不是 那可不是吧 我站亮坦克 杜陵云 顾凯 金融 怎么是你们呀 刚才我们救的那支队伍是你们的呀 是啊 被坦克追着屁股跑的就是我们 这回来得匆忙 也没带什么反坦克装备 拿那东西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多亏你们救了我们 多谢了 不客气 不客气 不客气啊 都是友军吧 对 都是自己人 自己人 兵里哥呢 兵里在哪儿呢 他刚才还在呀 可能去救治伤员了 估计一会儿就回来 杜孙人 你们怎么跑上海来了呢 说来话长啊 这不是卢沟桥之后吗 就去投靠了胡仙梅将军 在河北一带一直打鬼子 后来又转头到十九军的薛岳将军麾下 这不是上海打起来了吗 我就奉命调过来 你们怎么回事 怎么又扛起枪打起鬼子了 我们 这 国家姓王匹夫有责吗 对对对 匹夫有责 匹夫有责 行了 别变了 一看你们这支部队啊 就是共产党的部队 你压根就没脱离过共产党 是不是你们这回回上海 也是你们组织派你们回来的 是的 是的 杜团长 我们之前的身份比较隐秘 所以不好公开 对了 兵里哥现在是我们这支队伍的队长了 是 对了 灵霄呢 灵霄怎么没跟你们在一块儿 他一直在市里 兵里哥觉得这太危险 就没让他过来 也对 也对 咱们也别等他了 咱们直接去找他就行了 走 报告 团长 三宝 金蓉 我说怎么没看见你呢 你咋在这儿啊 三宝 刚才就是他们救了我们 是吗 这支部队就是相兵里的部队 这位是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顾凯兄弟 这位是三宝 三宝兄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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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团长 上级的命令 让咱到薛家堂一带 支援五十一军左翼阵殿 好 咱们兄弟这一件 又是草草一面又分别了 等这仗打完 再回来找你们喝酒 到时候把兵里爷叫上 好 好 保重 保重 走 保重 报告 上级下达了最新命令 我们马上结合队伍 立即去支援国民党五十一军 我们的专家 我们的专家 可能我们的专家 里面有烬 来 我们的专家 看这掉帅 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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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妲 互,化,化,化妲 我真是太饿了 今天都没吃饭了 都没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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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吃 再坚持 坚持吧 救救我的孩子吧 救救我的孩子吧 这里有医生吗 有没有医生啊 救救我的孩子吧 孩子现在还小 求求你救救他 我们全家人 都被日本人炸死了 孩子又重伤 这可怎么办哪 我的孩子怎么样 他的 他被蛋片擦伤的伤口 伤口已经发炎 所以高烧不退 再这么下去 恐怕是凶多吉少 救救你救救他 他才几岁啊 救救你救救他吧 可我什么药都没有啊 如果不消炎 就算是物理降温下来 还是会再发烧的 前面的村子 这边好像有军队的临时医院 那边一定有药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慢点儿 医生 医生快来 来啦 没气啦 大夫啊 来人 把他抬出去 是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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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这个孩子吧 来 医生 医生 他左肩甲下 不快被蛋片擦伤的伤口 伤口已经发炎 高烧不退 需要消炎和退伤 这边这边 医生 求求你 给我点儿药 救救这个孩子吧 医生 小姐 这里是战地医院 你现在所占的每一份土地 都是这些人 保家卫国的士兵 用命换来的 请你原谅我 坚持住 可是 什么是保家卫国 坚持住 我认为 我们的士兵 浴血奋战 流血牺牲 并不是 只是为了守护这一座城 一座山 守护的 更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的妻儿 守护的是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 老百姓啊 如果这个孩子 是你们的女儿的话 你们还会这样默然失之吗 如果连孩子都抱不住了 那要这光秃秃的土地 还有什么用 连下一代都失去了 连未来都没有了 我们又是为了什么 流血牺牲 医生 来 慢点儿 小心 来 医生 救救这个孩子 救救他 医生 把我的药让给这个孩子吧 我能抗得住 好 好 跟我来 小兰 谢谢医生 走 救救 住 团长 不会不来了吗 说好了让咱们顶一个小时 顶了三个小时了 还不来 不会不来了吗 团长 我现在是援军 是小兵礼 兄弟们 援军来了 给我使劲打 来 放这边 小兰 快 我来吧 你去忙吧 你知道怎么用吗 团长 这边 这边 根据他的体重 我只需要四毫升 你学过医吗 我之前在上海的时候 是 是虹口医院的外科大夫 你是名外科大夫 嗯 太好了 你看看 我们这里这么多伤员 我们的人手不够 你能不能留下来 帮帮我们 好 我也应该尽点绵薄之力 救护队 跟我走 抬上员 我们现在人手不够 只能给你两个护士 两个就两个 有没有帮我大夫的轻伤士兵 有 有 有 跟我走 走 好 小兰 你跟小刘一起去 小刘刚刚滴血糖 都已经晕倒了 我去 你 那可是阵地啊 你能行吗 嗯 有军地主 我们来支援你们了 不法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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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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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撤了 看来这鬼子也是入掌的 一样怕子弹 咱没啥可怕的啊 弟兄们 马上搜集子弹 鬼子还会冲锋呢 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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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鬼子退了 驾驾攻势 抢救伤员 快 快 好 不得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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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能走吗 鬼子又开熊套机了 快找炎体 走 走 走 快 快 ш 就 等了 是 akat 鬼子的三班府 攻击授索就拿炮炸 炸了再冲 终于掩冰 队长 你看什么呢 锦柔 注意到了吗 火荒 山背后的火荒 我判断可能是 鬼子们的炮兵阵地 这样 你们在阵地守好了 我带几个弟兄 去把敌人炮兵阵地给端了 队长 我去吧 你在这守着 我从命令 队长 北岳 Come on 走 打 已经了 自己一路 回离开 火了 季文 快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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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死上戰場嗎 你這是害人不是救人 你知道嗎 讓你趕下 快來 對不起 他確實是新來的 新來的來的 生戰長哥不好 什麼新手救手 能救人不就行了 紗布 停住 衛生員 衛生員 給他爆炸一下 老季文 把手雷集中一下 好的 用我口令一二三一起扔 好 快 一 二 三 衝 一 兩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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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队长 弹药都清点好了 清点清楚了 咱们弹药没剩多少了 这鬼子要是再来呀 那肯定撑不了多久 就是 这些鬼子进宫没什么规矩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补充弹药 那怎么办呀 这样 跟我来 你干吗去啊 你见了我兄弟我还没见呢 管他要去啊 这 又让我撤 我不撤 日本人一打就撤 一打就撤 我撑什么了 日军已经由茅口附近登陆 向长熟进攻 另外 日本人的华北增援 也到达安庭镇 目的就是切断我们的西退之路 上海已经保不住了 难道我们连南京都不管了吗 必须马上执行命令 如有推演 按军阀处置 好死为止吧 好死为止吧 团长 行了 别跟我说 团长 你咋来了 来 坐 坐 不不不 灵云 你刚才说什么 你们要撤离上海 说话呀 是 我刚接到上级的命令 让我们撤离上海 保卫南京 这么好的徒弟就让给日本人了 现在知道着急了 撤离上海保卫南京 早干嘛去了 那 那你怎么办 撤吗 我得服从命令 服从命令 服从命令 你不能撤啊 凌云 上海不比东北 但是全国的经济重点 如果上海失守了 等于大半个中国都失去了 我也不想撤 可我能怎么办呢 你可以留下来呀 留下来 我们一起 在敌后跟敌人干 留下来干吗 跟你去打游击战 打游击也是打呀 你们现在撤算什么呀 那不就是逃吗 如果能选的话 怂包才想撤 谁愿意把这大好的河山 让给日本人 可我能怎么办 我是军人 我得服从命令 你错了 军人的天职 是保卫你的国家 上面有一句话说得对 现在上海肯定是保不住了 必须回撤保卫南京 如果南京一旦丢了 连另一半江山也没了 上海丢了 半个中国已经没了 你还要撤 当初从东北 你们就撤了 去保卫华北 华北保住了吗 华北保不住 现在保护上海 上海也要撤 现在只有撤回去保卫南京 如果南京也丢了 你又错了 凌云 你放弃了上海 南京沦陷也是早晚的事 得顾全大局 南京是首府 什么大局 南京再丢了呢 守不住你们还撤吗 以大局为重了 军力哥 你也不认为 能再次见到你 我真的很高兴 我也放心了 我也没想到 转了这么一大圈 竟然又在这儿遇到了 谢谢你 静雯 谢我 谢我什么 我当然应该谢谢你 要不是你冒死相救 我现在可能已经死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了 你要知道 救你 是我心甘情愿的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想看着你出事 所以用不着谢我 今晚你太善良了 我 是我对不起你 现在还说这些干嘛 你不欠我什么 用不着跟我说这些 对了 方姨他们怎么样了 回吴溪老家了 本来 我打算 想让你们一起回去的 要不然这样吧 明天我派人把你也送过去 你们在一起 你们在一起互相也有个照应 我不去 怎么了 就在刚才 我决定加入杜陵云部队的战地医院 你们一个个都在为抗战付出 我也想为抗战做点贡献 更何况我的医术 也是部队目前最需要的 你 你要加入凌云这边 那 那我们今后还能相见吗 有缘的话 一定会的 后悔有气 保重 后悔有气 保重 阿蚨 晚安 阿蚨 我 这 другой 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听 这市里的枪声好像越来越小 枪声越来越稀少 证明抵抗的僵尸越来越少了 这样下去 不出两天伤害就会沦陷的 老昂 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上级指示我们撤到阳泰地区去 跟那里的游击队会合 这里的设备和财产 全部交给我们这儿的其他统治 他们会留下来继续坚持敌后工作 那就是说我们彻底要放弃上海了 这不是让我们当逃兵吗 我不走 兵礼 这不是当逃兵 以现在的形势 和已在上海的知名度 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 我们必须撤 不能再留在这里了 我相信 我们会看到上海 光复的那一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 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一九三九年初 新四军第一支队派遣第六团团长叶飞 率部队越过宁护铁路 与无锡江阴等地共产党组织的游击队 合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 简称江抗 满游纸咋嘞 结实得很呢 到了 对 这边 同志们 中共中央指示我们 一定要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去 开展游击活动 建立我们的游击根据地 利用我们 有利的时机 发动群众 开展广泛的游击战 一 是为了分散日军的兵力 配合正面战场的战争 二 利用持久战 保护沦陷区人民群众的财产和生命安全 争取最后的胜利 热情 今天的会就到这里 大家回去以后 把今天的会议的主要精神 一定要贯彻到部队当中去 是 散会吧 稍等一下 团长 来了一个人叫向兵礼 向兵礼 老高 兵礼 来 来 来 坐 坐 坐 团长 你们认识啊 那我先去忙了 去吧 去吧 坐呀 坐 真没想到 我刚才就看着人面熟 真没想到是你啊 你怎么到江抗来了 说来话长啊 当年呢 我们抗联的主力部队 转移去了苏里 我带着一支枪 这小队被日本兵搁在边防线上了 后来我就一路往西跑啊跑啊 过了查哈尔 最后到了延安 后来就分配到这儿 我现在是江抗独立团的团长 你叫我高团长 高团长 高团长 好 真是太高兴了 怎么当年抗联那些老战友呢 这些人都挺好的 当年跟我一起来延安的 现在都去新四军 或者八路军工作了 真是想他们哪 还有啊 我在延安干部学院学习的时候 一个郝云平跟我是同学 他跟我没少提你 还说你在上海的工作 做得非常不错 他还不错吧 他不错 他现在在延城新四军随军学校 当副校长呢 是吗 对 听说你要来啊 上我这儿来好几次 一直跟我说 让我好好地照顾你 那他再来 你可得告诉我 我得跟他好好拒绝 好啊 他说了 肯定要来看你 你的工作我已经安排好了 就在我的团部 给我当个作战参谋 我这个地方 像你这种有丰富作战经验 肚子里又有墨水的人 没有几个 怎么样 老高 高团长 高团长 我请求组织上把我安排到 一线作战部队去 你还有想法 那你说说 坐下说 坐下说啊 我只说 这组织当初派我去抗大学习 不就是让我学成归来 能够上战场 跟鬼子真刀真枪地干吗 现在你让我回来 当个作战参谋 这没事写写画画的 那我在抗大学的那些东西 不是白学了吗 所以我请求您 请求组织上重新考虑 把我安排到一线战斗部队去 没错 我要的就是你这股劲 你还是和当初 我们在抗大的时候一模一样 有干劲 有闯劲 去第二支队当支队长 坚决完成任务 你先别笑 第二支队一直都是战斗力最弱的 给你三个月的时间 把这个部队给我调整过来 有没有信心 有 请组织上放心 我一定带出一支优秀的队伍 好 去吧 去了还有意外惊喜 什么惊喜啊 去了就知道了 鱼来喽 一二三四 你煮啥呢 我叔叔有几个菜啊 这四菜一趟 打眼一看不就清楚了 你脑子进水了 我看看要不要再加一个 你不知道这些菜 冰里哥爱吃不爱吃 什么叫爱不爱吃啊 你不相信我呀 他爱吃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再说 这鱼咱自己抓呢 这菜咱自己种点 你说的啊 那冰里哥怎么还不来呢 不是说早上就过来的吗 是啊 几点了 我又没代表 我怎么知道几点了 你为什么不代表啊 我 我就忘了吗 我说你这人 早就那么磨叽啊每天 请问这是 那么多问题 顾凯 金蓉 冰里哥 想死你了 冰里哥 怎么是你们呢 我还想呢 等报到以后啊 我去找老郝 问一下你们的消息 真没想到你们会在这儿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说来话长来 冰里哥 不过咱们的老同志 现在都在二支队 这不昨天 刚从团长那里知道 你要回来 可把我们高兴坏了 我们现在呀 都成连长了 是吗 那就是说 现在二支队 是由你们两个代理领导 是啊 是啊 别愣着 快快快 快坐下 吃饭吃饭吃饭 来 慢点 来 快坐 冰里哥 快吃 你看看 都是你爱吃的 都是你爱吃的菜 你看 是啊 咋了冰里哥 你不爱吃啊 说说你 你还说这都是冰里哥 爱吃的 不会啊 哥 这真都是你爱吃的 这都是你们搞的 菜是我俩弄的 炊事班给做的 那 对了 还有一股酒呢 冰里哥 快快快把酒拿过来 你说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呀 就去拿酒啊 怎么了 不知道 真喜欢两个大连长 我看你们是两个大草包 这队伍你们就这么带的 这么大的村子 就一个哨兵 对 懒懒散散 战没战将 座没坐下 我走进来 连个盘问的人都没有 这还是我们新四军的队伍吗 我要是敌人怎么办 我要是混进来以前 帮你们打死怎么办 我连吃饭 给你们五分钟 集合全体干部 我要开会 听不懂啊 是 同志们 相信大伙已经知道我是谁了 我就不必自我介绍了 我来之前 对咱们二支队 已经有所耳闻 说咱们军事素养差 战斗力差 军容军纪换散 我想咱们再差 能差到哪儿去呢 但我现在领教了 果不其然哪 同志们 知道外单位怎么说咱们吗 说咱们就连地方的民团都不如 我还以为是外单位对咱们的偏见 今天见了大家 我想人家没说假话 我们都是有脸的人呢 同志们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新四军 是光荣的新四军战施 新四军是干什么的 是保卫国家抗日的 就大伙现在这个样子 能打圣章吗 别说战什么了 你们行吗 那位同志 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站持 听说这次派来的指挥官 之前是负责上海特高课的 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要求调到咱们这里来 太军 请 想必 大家都已经听说过我的事了 也有可能 你们之中的有些人 已经打听过我的事 所以我在这里 不详细地介绍我自己了 按这 我很高兴 能跟你们 各位同仁一起共识 谢谢 目前 我们整个防区 最大的敌人 有两股 一股就是国民党军控制的 中义旧国军 另一个 便是新四军的 江南抗日义勇军 之前 由于新野军的失误和懦弱 导致我们这一代的战士很被动 寸师惨重 新野军 也为了自己的失误 付出了代价 今后 我们的主要精力 就是维持我们防区内的治安 重新打击新四军的江抗 我们是二支队 但是二支队是我们的编号 不是我们的排名 我希望我们能支持厚勇 我们要把自己训练成一个 能够昂首挺胸 在别人的单位队形前走过的队伍 而不是像他们所说的 我们连地方民团都不如 大伙有没有信心 有 没吃饱饭吗 有没有信心 有 我下面宣布一下明天的训练科目 明天早上五点半起床 由排长带队 各排进行五公里负重越野跑 回来以后进行拼刺刀训练 下午各排各班进行对抗性训练 晚饭以后 八点钟到营部来 进行文化课补习 你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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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散 你们俩 冤枉你们了吗 没有 我希望明天的训练科目 给我保质保量的完成 是 是 对了 周灵霄呢 我怎么没看见他 叫什么你们 报告支队长同志 周灵霄同志 去严城隋军学校学习去了 现在应该还在学校 现在 我在这里宣布几项任命 萧叶俊 将任我们房区内的副指挥官 同时兼任第三三六步兵中队中队 中队长 我计划将房区内的所有黄邪军 要统一整编 整编后成立保安大队 聪石英先生将担任保安大队大队长 最后 房区内所有的政治队 祭司队 警备队 通通规划 特别行动处指挥 专门搜集 房区内的所有反日武装的情报 提出黄军和黄邪军 打击消灭 反日武装 主席 主席 将由顾茵女士来担任 未来就多拜托大家了 是 送回吧 郊爷 顾茵 你们留步 山口大军 那我呢 你叫什么 逼人宋世英 你去忙你一点吧 知道了 随时听后调遣 查到 香兵李在哪支部队了吗 目前就我们所掌握的 只知道香兵李他们在江炕 至于哪支部队还有待调查 香兵李 我想 很快又会再见面了 快 将官速走 快 看好了 这个 就是辽十三 它呢 是仿造小鬼子的三八大盖制造的 同时 又采用了毛色步枪的一些特点 但是记住 最大的差异 在于这个枪栓的内部构造 枪栓内的这个状真部 采用的是内部弹簧构造 并且这个拉杆处呢 为橄榄状 枪栓内 它无刀引注 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 同志们 林总曾经说过 真正战无不胜的队伍 是敢于刺刀剑红的队伍 是敢于刺刀剑红的队伍 在烈火之中不绝望 能看见天堂 卵石的天空中依然有太阳 那时你与雪纷战留下光芒 没有你给我的力量 我怎能捍卫着地方 愿舍为你彼岸的灯塔 站在绝境中变一盏远方 写了种枪 这今生沙 我看见 和变化依然绽放 卵石的天空中依然有太阳 那时你与雪纷扬 那时你与雪纷扬 留下光芒 没有你给我的力量 我怎能捍卫着地方 愿身为你彼岸的灯塔 站在绝境中变一盏远方 写了种枪 这今生沙 我看见 和变化依然绽放 禅火 在绝境中变化 完全变化 在绝境中变化